賴清德從頭到尾都胡說八道 我跟你講當年福茂 他的原案是怎麼寫 20萬美金的投資 可以帶技術主管帶兩人過來 如果你要再加一 那你投資額就要到50萬美元 有人會投資20萬美元 就是600萬台幣 來台灣賣便當 這個說三回 我第一次看到這麼會說謊的 總統候選人 賴清德就是說謊到家 真是丟臉 你去看看條文好不好 有人會來台灣賣便當 賣80塊 然後他先要用600萬台幣 然後才能夠進來 然後雇用兩個人 從大陸帶來 你是根據哪一條 胡說八道 事實上福茂當初在簽的時候 我也問過美法界的 比如說曼都 小林 他說他們一點都不害怕 他說時尚業 那個時候是2014年 他說台灣領先大陸 他們有信心 他就說怎麼可能會有人要來開 個人美髮工作室 美容院 你是在說三回 你選舉不要選得那麼低級 低級 下流 完全講說謊 怎麼有這種總統候選人 這是丟臉 還要說帶台灣出來 我跟你講 什麼正確路線患得經歷的經濟奇蹟 蔡英文執政最大的兩個經濟奇蹟 第一個是半導體 那是民進黨發展出來的嗎 張忠謀是怎麼回來的 台灣的整個半導體的聚落 是你民進黨弄出來的嗎 還有台商回流 台商回流是因為川普跟拜登打貿易戰 跟科技戰 哪一個是因為你 民進黨主要的經濟政策是幹嘛 你知道嗎 在搞光電 在搞國防產業 都是用政府的錢堆出來的 請問這兩個產業 在國際上有競爭力嗎 台灣的太陽能 在國際上有競爭力嗎 台灣的國防工業 在國際上有競爭力嗎 你要不要跟韓國比一下 韓國現在對外的軍售 已經在全世界已經前五名 那剛剛賴清德還說 大陸會來五千人 他說來五千人 不是嘛 我就說他根據哪一個條文 人家寫得清清楚楚 就是你要 你要做投資移民就有一定的門檻 那你要二十萬美元 你才能夠來這邊開個公司 那可以帶兩個技術人員或主管 所以五千萬是有可能的嗎 這個數字 你看人家要投多少錢進來 我的意思是說 你不要去扭曲人家的原文 就你怎麼到了2023年了 你還是這一套 你要不要再講那個 再幫你補充幾句好不好 這好像有點時空錯亂的人鞠哥 這個台灣的便當會不會被銷價競爭 如果你有實質上去了解台灣現在便當 為什麼一個賣到100塊 為什麼要賣到100 因為很簡單 我們所有便當業者都會跟你講說 因為我們的物價在漲 他不是不願意賣便宜 而是他連進貨的成本他就在增加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便當店都是那種 就是家庭式自己人在座 他已經沒有在跟你算工錢了 因為他的經營就是有這樣 所以我不太能夠理解 就是剛剛講到說 如果今天開放了這一個 先不管剛剛亮哥的那個 因為那個是條文上面 他有實質限制你能夠從事 或者是你進來之後 我花了這個大錢 只會來給你開一個便當店 我就不太懂 如果他可以賣到80塊 他的那一些 我們現在台灣業者 原先講說我之所以沒辦法降價 是因為我的物價太貴 那是代表我們的人在說謊 就那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邏輯概念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便當 我自己有朋友就在賣便當 他們就在開這種自助餐店 他是全家通通下去做 沒有再跟你算工錢 因為他就是講成本我就降不下來 所以這就是當年 我們那時候跑立法院的時候 你叫立法院記得旁邊有個便當店 賣一個50塊錢還60塊錢的便當 大家搶著去買 因為很簡單 他真的便宜 可是現在也沒有了 所以我認為那個最實質的狀況就是說 對於這些大家覺得生活上有關係的 那政府你要告訴我說 我要反對 我要禁止 其實對很多民眾來講 就是你反對跟禁止 那你告訴我我可以怎麼做 就像你剛剛提到說 雖然剛剛亮哥講說不太理解 為什麼他幾個月前 就可以掌握到那個大會的共識 那也沒關係 即使你掌握 但是他最後居然講出來就是說 已經花了很多心力 去研你深度節能的完整策略 節能能夠再怎麼節能 就是不要用就對了 所以是不是沒有這幾張牌 就不會選來 慧文哥 剛剛聽亮哥修理賴清德 亮哥前面兩段我都聽不下去 但這段聽了 心情真好 我早就跟大家推薦侯郭佩 不是郭台銘 郭正亮 我就跟你講說國民黨不分區 把郭正亮放進去 朱立倫 朱立倫就不理我 可能是本來有你 然後我一講就把你劃掉了 賴清德瞎掰這個福茂 這個他講很多次的 我在我們節目中也講過 但是問題是 剛剛亮哥的這個直球對決 應該是侯友宜跟國民黨 侯伴 國民黨中央 國民黨其他的立委 應該去捍衛跟澄清的 怎麼會讓亮哥在扣籃呢 對不對 他現在是無黨籍的 因為你國民黨你要重啟福茂 應該把論述 應該去打臉賴清德 應該是國民黨 應該是侯友宜 對不對 應該是趙超康出來講才對 觀眾朋友我很簡單講 因為亮哥在這邊 我不能關公面前耍大刀 任何的FTA或是經濟協議 你對雙方一定是有得有失 有捨有得 不可能說我全部都獲利 或是你全部都吃虧 那個是不可能的 你看蕭美琴 這個昨天侯友宜問他說 你是不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蕭美琴東扯西扯 因為快進廣告了 我跟他講 他都顧著而言他 我的學長游子祥 他去調出的2003年 美國媒體的報導 大家不要怕 雖然是英文 但是我們有亮哥在 亮哥可以幫我們翻譯 他講什麼 We no longer identify ourself as the Republic of China 誰講的 這是立法委員的意思 就立法委員 小美琴講的 小美琴 小美琴這個翻譯 我都幫他翻好了 我們不再認同自己是中華民國 小美琴 你記得你講什麼嗎 這個是你接受美國媒體講的 這個是原文 當時是阿扁在當總統 我們不再認同自己是中華民國 侯友宜問你說 你是不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你為什麼不敢回答 你不是說你不再認同說 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嗎 那你還在選副總統 現在可以換人嗎 賴欣德你可以跟我搭配嗎 你都不認同 你是中華民國 你選什麼 那你是不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是啊 當你純粹別再這樣總統了之後 你不是說不再認同了 那時候就是因為我們在 那個護照上面加個台灣 小美琴那時候是民進黨 中國事務部的主任 他就在那邊大吹特吹 我們怎麼樣 我們都是你講的嗎 還是說我們有扣黃媽子 我這個不一樣 這個都有 這個原文在這裡 都是你當時的紀錄都有 相信小美琴你也沒有辦法否認 這是你當初自己講的話 那現在你怎麼面對呢 我要否認 搞不好因為講這一段 才變成副總統 你不早點講 太晚了啦 登記晚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